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开展相关技术试验 载核专家桂海潮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教授 主要负责空间科学试验载核的载轨操作 在科学航天工程的领域述过专业训练 且具有丰富的操作经验 据介绍中国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 将常态化实施乘组轮换和货运补给任务 航天员乘组载轨工作安排也趋于常态化 主要实施驾乘载人飞船交汇对接和返回 辅助货运飞船 寻天望远镜等来访飞行器对接和撤离 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的照料载轨实验 异常情况处置等六类任务 神舟16号乘组将进行神舟15号乘组飞船返回 天舟5号会与飞船的载对接和撤离 以及神舟17号载人飞船对接等两次对接和撤离返回任务 将开展电推进气瓶安装 舱外相机抬升等平台照料工作 将完成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 元器件与走件舱外通用实验装置等舱外应用设施的安装 按计划开展多领域大规模载轨实验 有望在新奇量子现象研究 高精度空间食品系统 广义相对论验证 以及生命起源研究等方面 产出高水平科学成果 神舟16号是中国空间站在投入不少于10年的应用与发展阶段之后 首次载人飞行任务 未来一段时间 在中国新一代的载人飞行器和运载火箭投入使用之前 每年都将保持着两次的载人飞行任务 一到两次的会与飞船发射任务的频度 来确保中国空间站的违定运行 凤凰卫视特派记者霍卫卫 侯卫九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我们看到这一次神舟16号航天员成组 29号上午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也与记者见面了 即将第四次上太空的指令长金海鹏表示 为了能四次圆梦 在过去的七年都没有耽误过训练 为了能到达中国航天空间站 走一走 看一看 出一趟餐 这七年 我没有耽误过训练 每天晚上十二点前没有睡过觉 周末也几乎没有休息过 已经四年多了 都没有回老家看望过年面的父母 如果由于出差 耽误的课程我会主动补 耽误的训练我会主动加练 现在每天要做六百个复卧城 六百个仰卧起座 上千次跳手 这已经成为我的标配了 我们的飞行手册 操作指南 加起来有七五多本 指令又呈现上万 这一切都已经烂书一心 金海鹏也表示了 针对这次任务 乘组的重点是在于航天员的操作能力 飞行品质 飞行细节等方面来下功夫 那么针对空间科学实验 出舱活动 特别是空间站的应急 与故障处置 都进行了精心精细精准的准备 而金海鹏也提到了 尽管说成组三名成员 年龄相差了20岁 但是相互尊重 相互鼓励 配合默契 自己对于完成本次的任务 充满必胜的信心 神州16号航天员 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洋柱 29号在和记者见面时表示 感恩伟大的新时代 汇成一句话 我深深地为我们伟大的祖国 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朱洋柱也表示 他期待尽快调整好状态 适应太空环境 精准完成好每一项工作任务 去介绍朱洋柱 集贯江苏配线 中共党员博士学位 1986年9月出生 2005年9月入伍 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 四级航天员陆军上校军衔 2020年9月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 入选中国第三批航天员 我们也看到呢 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 载荷专家贵海潮 他就表示 成为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载荷专家 他感到很幸运 很幸福 也介绍了自己在太空当中的主要职责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 我的问题是被给贵海潮航天员的 首先要祝贺您 作为中国首位载荷专家 去执行飞行任务 从一名研究人员 到载荷专家去执行飞行任务 您的感受如何 这次神舟16号任务 您的主要职责是什么样的 谢谢 说到职责 作为载荷专家 我主要负责载荷的管理 维护 维修 从事空间科学实验 包括实验设备的操作 实验条件控制 数据的收集整理 乃至分析 贵海潮也提到 正式有了中国空间站这个新舞台 才能有飞行任务的新角色 和中国空间科学发展的新机遇 在职责方面来说 虽然说三名的航天员互有分工 但他们是分工不分家 而每一项的操作 还有任务都互为备份 共同的完成 他也相信 这一次一定能够圆满的完成使命 把飞行任务由验证之行 建造之行 拓展为探索之行 发现之行 经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 神舟16号飞行程组由锦海鹏、朱阳柱、贵海潮三名航天员组成 神舟16号飞行程组是中国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迎来的首个程组 由空军飞行员出身的航天员、航天飞行工程师、载贺专家三种类别构成的全新程组将出征太空 前往中国空间站完成多项任务 其中航天驾驶员景海鹏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来自航天员大队 主要负责直接操纵、管理航天器以及开展相关技术试验 景海鹏作为本次飞行任务的指令长 曾先后参加过神舟7号、神舟9号、神舟11号载人飞行任务 朱阳柱则是中国空间站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将在太空完成首秀 在赫专家桂海潮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教授 他在科学、航天工程等领域受过专业训练 且具有丰富操作经验 将主要负责空间科学实验赛赫的赛轨操作 目前神舟15号三名航天员已经做好迎接他们进驻的工作 神舟16号成功发射并对接天河核心舱镜向端口后 神舟16号乘组将与神舟15号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进行赛轨轮换 这是中国时隔半年后第二次进行赛轨轮换 神舟16号载人飞船28号上午进行了最后一次全区核链和全系统气密性检查 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的主要参与者就是神舟16号的三名航天员 目前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 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已全部就绪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要看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希强 他就表示了中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已经启动实施 那么总目标是在2030年前要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 林希强就表示了开展月球科学考察以及相关的技术试验 突破掌握载人地月往返还有月面短期铸流 人机联合探测等关键的技术 完成了灯 巡 彩 延 回等东重的任务 那也会看到了形成独立自主的载人月球探测能力 也将会推动载人航天技术是由近地走向深空的跨越式发展 那么深化人类对于月球和太阳系的起源与演化的认识 而另外一方面林希强也提到第四批的预备航天员选拔 有100多名的候选人进入了复选 包括了11名港澳地区的候选人 林希强就表示第四批的预备航天员计划在今天的年底前 会完成全部的选拔 所以说如果港澳地区的候选对象通过复选和定选 那么可以在明年初进入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来进行训练 而林希强也提到那一般来说经过两年半的训练 航天员就可以执行任务进入空间站 那具体的时间也是需要视任务的情况而定的 好 关于神十六更多的消息 我们又马上连线正在九泉的本台特派记者霍文伟来了解一下 韦伟你好 中午好 陈子 湘姨 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神十六这次发射主要承载了哪些飞行任务 另外你还掌握到哪些更多的消息呢 好的 陈子 现在我们看到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天气还是不错的 但是今天早上的话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这一带是持续的降雨过程 大家对明天的发射还是有一些担心的 根据天体预报情况来说的话 明天是非常适合发射的一个条件 今天下午的话将会开展一系列工作 尤其是现在距离发射不到24小时 整个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可以说是一种紧张的气氛当中 包括承担着这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F11火箭 是开始了燃料的加注工作 这是一个最新的进展相关情况 刚刚你也未到神舟十六这次承担的主要任务的一个情况 确实刚刚片子当中反复提到了一个词 叫做中国空间站进入到应用于发展阶段 这个名字当中就有传递出了明确的信心应用和发展阶段 从2021年2022年的几次发射 我们都说中国空间站是在载轨建设阶段 关键是要进行一个载轨建设 包括一些技术验证 以及交汇对接 以及大重量的舱段的交汇对接 以及固定的舱交汇对接该如何实施 这都是需要在太空当中进行一些验证和建造的阶段 在去年底中国空间站是完成了载轨建设工作 那就转入到了应用阶段 应用阶段的话 它实质上就是一个中国的太空实验室 太空实验室那就要承担的是实验任务 实验任务重点方向是几个 第一个是在生命科学领域 包括人体等等这些研究 另外还有空间科学 包括地球的研究 地球科学 天文科学的研究 还有一个包括材料科学研究等等 很多的实验项目都在要空间站实验室当中进行执行 那么就需要一些专业领域的专家人员 到现场到空间站进行执行任务 所以说在这一次神舟16号成组的航天员组成方面 就发生了与过去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从过去的主要都是由飞行员出身的航天员 也就是现在是三个分类当中的航天驾驶员 来执行了飞行任务 一些实验是由这些航天驾驶员来承担完成 而这一次的话 细飞成了航天驾驶员到航天工程师 以及载荷专家 航天驾驶员它主要在飞船的操作和驾驶方面 而航天工程师重点是在空间站的运营和维护方面 而载荷专家 他主要的重点承担的任务 就在于实验的执行和操作方面 虽然说三人是分工非常清晰 但是也是相互备费的 也就讲到了 接下来中国未来空间站 以及载荷航天工程发展的问题 今天早上的记者会上传递的信息还是比较多的 第四批的航天员的选拔 要选拔12到14名 尤其重点选拔的包括载荷专家 因为到目前为止 中国完成了三批的航天员选拔 只有四名载荷专家 未来中国空间站不少于十年的太空运行当中 大量的实验要进行操作的话 就需要大量的载荷专家 所以在第四批的航天员选拔当中 载荷专家的比例也会占比比较高 也在港澳地区首次选拔载荷专家 预计今年底将会完成复选和定选 明年初将会进入到航天员大队的训练当中 这是一方面航天员的队伍建设方面 另外还有一个载日工程 载日工程大家之前常说的是三步走 三步走已经完成了 实现了中国空间站的建设 接下来的重要目标就是载人登月工程 今天也给出了非常明确的一个总的目标 那就是在2030年之前实现载人登月 实现载人登月 虽然说我们载人到中国空间站 在太空距离地面400公里的高度 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技术了 但是要实现载人登月 这个距离更远 如何去保障生命安全 保障航天员的生活需要工作需要 这都是一系列的工程需要完成 包括新一代的载人飞船 以及新一代的载人火箭的研究部署工作 已经完成下一步 重点是要进行关键技术的突破了 以上就是我们目前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掌握消息 先把时间交换给香港 好的 谢谢维维 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要帮大家介绍一下 长征二号F火箭相当重要 因为用于发射神舟16号载人飞船 那么现在也是中国目前唯一一行 可以执行载人任务的火箭 也有着神舰的美誉 接下来一起来认识这一款神舰吧 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全长约58.3米 捆绑了四个助推器 起飞重量约500吨 火箭浑身上下约90%的重量 来自于它携带着燃料 这些燃料可以让它在大约580秒的全程加速中 达到每秒7.9公里的第一宇宙速度 作为航天员去往太空的专车 高可靠性和高安全性是长征二号F火箭的一张名片 因为它拥有独有的故障检测系统和逃逸救生系统 可以自主检测火箭故障 并实施逃逸措施 长征二号F火箭和其他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从外观上看 最大的区别就是长二F火箭的顶端 有一个像避雷针一样的装置 这是火箭的逃逸塔 如果火箭在起飞后的120秒内出现故障 那么逃逸塔可以迅速将飞船带离故障火箭 保证航天员的安全 从2003年成功发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以来 长征二号F火箭圆满完成了所有载人航天发射任务 成功率百分之百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战阶段后 要求长二F火箭具备滚动发射的能力 发射一发 备份一发 长二F火箭还有专属座架 那就是重达750吨的活动发射平台 之所以叫做活动发射平台 是因为中国比较老的型号的火箭发射平台 一般都固定在发射塔架下 火箭水平运送到塔架后再依次组装好 而长征二号F火箭以及长征五号 长征七号等新一代运载火箭 都采用了比较先进的三锤模式 这样可以尽可能地保证火箭在总装厂房 和发射塔架的状态一致 提高火箭安全性和可靠性 随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战阶段 要求长征二号F火箭发射一发 备份一发 因此这个发射平台其实还有另一个双胞胎 现在正在总装测试厂房 托举着长征二号F-117火箭 在神舟十六号发射后 随时准备执行应急发射任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 在大选当中赢得连任的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 28号晚间在安卡拉总统府外 举行胜选集会 他表示这一次选举的真正赢家 是土耳其全体国民 他也呼吁各方应该抛开分歧 团结向前 至于败选的这一方 反对派民族联盟候选人 克勒其达尔奥鲁 他批评选举不公 扬言会继续抗争 埃尔多安28号 在安卡拉总统府外 举行胜选集会 大量支持者挥舞国旗 点亮手机闪光灯 等待埃尔多安出场 在讲话中 埃尔多安强调 选举的赢家是全体国民 他呼吁各方放下分歧 为国家目标团结一致 bugün kimse kaybetmemiştir 85 milyonun tamamı kazanmıştır milletimizin bize verdiği sorumluluğun gereği olarak kimseye kırgın küskün kızgın öfkeli değiliz artık seçim dönemine dair tüm tartışmaları ve çekişmeleri bir kenara bırakarak 民li hedeflerimiz 民li hayallerimiz etrafında birleşme bütünleşme vaktidir 埃尔多安还谈到 下一任期的执政目标 他表示 治愈强震的创伤 重建被毁的城市 让灾民回归正常生活 仍是政府的首要任务 谈及经济困境 埃尔多安说 土耳其的基准利率 已将至8.5% 通胀水平也将改善 他还提到叙利亚难民问题 表示已经将60万人 送回叙径内安全地带 未来几年 还将与卡塔尔合作 再送100万叙利亚难民回国 演讲结束后 埃尔多安邀请联盟伙伴 共同庆祝胜利 其中就包括 在首轮选举中得票率第三 其后表态支持埃尔多安的 右翼候选人奥安 败选的反对派 民族联盟候选人 克勒奇达尔奥鲁 也在安卡拉发表讲话 指责这次终目选举 是多年来最不公平的选举 表示将继续领导反对派抗争 克勒奇达尔奥鲁指 第二轮投票的结果 显示出人民改变专制政府的意愿 他警告 土耳其将会面对麻烦 并对此感到难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成功连任 多国领袖都表示祝贺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埃尔多安胜选 证明其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获得了人民的支持 而美国总统拜登则期待 两国作为北约盟国 继续在双边议题和全球挑战 共同努力 克里姆林宫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 祝贺他亲爱的朋友埃尔多安 在总统选举中获胜 称这证明土耳其人民 支持埃尔多安 巩固国家主权的努力 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俄方也非常感谢 埃尔多安加强 俄土友好关系 和各领域的合作 伊朗总统莱西 祝贺埃尔多安连任 形容这显示 土耳其人民 继续给予他宝贵的信任 巴西总统卢拉 祝愿埃尔多安 有一个美好的任期 能为土耳其人民 做大量工作 他强调 埃尔多安可信赖 与巴西的伙伴关系 在维护和平 减贫 以及世界发展上 保持全球合作 西方领袖方面 美国总统拜登 祝贺埃尔多安连任 期待两国作为北约盟国 继续在双边议题 和共同的全球挑战 共同努力 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贺文中表示 法国及土耳其 有着巨大挑战 需要共同面对 包括让欧洲回复和平 以及欧洲大西洋联盟 和地中海的未来 他将与埃尔多安 继续向前迈进 逊亚利总理欧尔班 上载此前 与埃尔多安会面的合照 祝贺他取得 无可置疑的选举胜利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也祝贺埃尔多安 希望进一步加强 战略伙伴关系 以造福两国 并加强合作 促进欧洲的安全与稳定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土耳其在黑海粮食协议 扮演了重要斡选角色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期待未来与埃尔多安 一道努力 深化欧盟与土耳其的关系 另外塞尔维亚 卡塔尔 埃及 委内瑞拉等 全球多国领导人 都祝贺埃尔多安成功连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乌战事件从这里看起 是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在29号的凌晨 再度地遭到了俄乌的空袭 那其实要看到的是 乌方这一方是声称 击落了俄方 40多个空中目标 那也包括了无人机和导弹 但是战时没有人员伤亡 而就在此前的一天 基辅地区同样是遭遇到了 战时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 乌总统泽连斯基指 这就是俄方给别人庆祝的方式 基辅市军事管理局29号发布声明 表示乌克兰防空部队 在当天凌晨 击落了40多个 向基辅移动的俄罗斯空中目标 包括无人机和巡航导弹 再有住宅楼被掉落的碎片击中受损 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平台发文称 有导弹在基辅附近被击落 巨大的爆炸声贯穿基辅市多个行政区 克里奇科感谢防空部队的应用捍卫 并表示暂未有人员伤亡报告 这一世基辅地区连续第二天爆称夜间遭俄军空袭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晚发布数据 指俄罗斯从28号凌晨起 供出动了59架伊朗制无人机 从多个方向对乌领土发动大规模袭击 最终有58架无人机被乌军击落 基辅地区呈重点攻击目标 另有至少12个地区彻夜拉响防空警报 无人机碎片坠落在厂房公寓楼并引发大火 造成平民伤亡 据报一名41岁的男人被坠落的无人机碎片大众身亡 另有两人在碎片引发的活灾中死亡 当天恰逢基辅日庆祝基辅建成1541周年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斥责俄方 这就是俄方庆祝基辅治的方式 俄总统普京28号也发表视频讲话 5月28号是俄罗斯边防军日 他向所有参与打击新纳粹主义 特别军事行动的边防军致谢 感谢他们捍卫俄国家主权 领土完整和国民安全 访回事综合报道 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安德烈·克林 近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专访时警告 说俄乌冲突恐怕会升值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在英国广播公司28号播出的采访节目中 克林表示 妄想乌克兰击败俄罗斯 是犯下理想主义错误 俄方只是尚未认真采取行动 克林警告称 北约持续原武武器 包括英国提供远程导弹等 都可能导致冲突升级至前所未见的水平 这也间接决定了冲突持续时间 而对于俄军遭控侵犯人权 犯下酷刑罪等 克林强调 乌军多年来炮击顿尼茨克和卢干斯克领土 对平民犯下战争罪 西方媒体却一直视而不见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再关注一下是日本海上保安厅 在19号表示 已经从朝鲜方面接到了通知 朝方计划在本月的31号到下个月的11号的期间 会发射一颗人造卫星 朝方指出发射很可能会影响到 黄海 东海 还有菲律宾 旅宋岛以东的水域的航行安全 那日本方面是认为 朝鲜是以发射卫星的名义 要试射弹道导弹 那首相岸田文雄就表示了 发射是影响日本民众安全的重大问题 朝鲜发射的任何导弹 即便称之为卫星也是对于安理会决议的严重违反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就强调 将会密切地关注局势 并且根据需要来作出回应 日本防卫省则表态将会部署标准三型和爱国者导弹 要摧毁任何落入日本领土的朝鲜导弹 欢迎回来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韬 日前在美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 与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人举行会谈 就日方执意出台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等提出严正交涉 王文韬指出 日方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业界意见呼声 执意出台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 严重违反国际经贸规则 严重破坏产业发展基础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敦促日方纠正错误做法 切实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此外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在联合声明中操弄涉华议题 出台影射中国的所谓经济安全文件 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坚决反对 希望日方端正对华认知 真正以建设性姿态 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稳定发展 王文韬也表示 中方愿与日方一道 推动经贸重点领域务实合作 提供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做出积极贡献 那股市动态要看到是受到了 美国债务上限谈判达成初步协议的激励之下 雅泰区的股市在今天的早段普遍上扬 日本股市受到日元走低的带动 那日经指数一度是刷新了33年的高位 台湾股市也上涨接近1% 至于内地股市全线高开之后 走势也出现了分化 创业板指是受到了光伏新能源赛道 集体走弱的拖累之下 单边下跌超过了1% 这也刷新了一年低位 图表会显示上证指数是维持在红盘运行 中午市收盘在3217点 上升了4点 那升幅是0.15% 半日成交暂时来到2444亿元人民币 深层指中午市报在10820点 跌了89点 跌幅来到了0.82% 半日成交落在3570亿元 香港股市是跟随外围高开的80点之后 反复偏软 那医疗和生物科技类股是走低的 权重蓝筹 美团是大跌超过了6% 创下了超过7个月的低位 那也拖累了横止中午市以下跌49点作收 那收报在18697点 美国总统拜登28号同众议院议长迈卡锡就前一晚商定的债务上限原则性协议内容 达成了最终的跨党派预算协议 并且起草一份99页的法案提交国会进行审议 拜登28号晚结束与麦卡锡的通话 在白宫发表讲话 宣布达成最终跨党派预算协议的好消息 并再次强调 这份协议消除了灾难性的债务违约风险 阻止了经济衰退 退休账户遭到破坏 数百万工作岗位的流失 他敦促国会通过协议 拜登还强调 协议保护了民主党人的关键优先事项 如就业 社会保障 医保 退休军人福利等涉服议程 拜登稍早前曾表示 对国会参众两院通过这份协议充满信心 双方的谈判团队以针对协议起草法案 并于28号晚公布 法案文本长达99页 如早前预计 包括将债务上限提高至2025年 并对非国防支出施加上限 引入一些限制措施 避免财政赤字加剧等 更是首次包含引入政府限收限付制度 麦卡锡同样对法案在参众两院 或通过表示有信心 尽管此前有消息指 共和党内有意阻拦法案通过 但麦卡锡声称 超过9成5的众议院共和党人 都对达成协议感到非常兴奋 他也不担心协议会令他失去议长地位 但仍有一些共和党议员批评 法案不足以削减未来赤字 妥协不可接受 他们不会投票通过法案 避免令国家破产 凤和医师综合报道 美国的白宫和共和党的领袖 就债务上限的谈判达成了协议 那也解除了金融市场 一大不确定性的因素 美股三大指数的期货 现在也全线上涨 这也联动带动了亚太区的股市 在周一的早段是普遍走高的 美元汇价现在持稳在104水平 那对日元再度升穿140整数关口 那日本股市受到激励之下 日经指数是一度大涨超过了2% 这也创下刚提到的 1990年7月以来的新高点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 虽然走高185个基点 来到7.0575 但是极其汇价较上周五是走低的 跌到了7.07水平 那离岸价则是落在7.08水平 由于说受到了市场的 避险情绪降温之下 以及美联储在6月份 继续加息的可能性 有上升的影响 现货金价小幅走低 测试每盎司1940美元的支持 英国媒体报道 沙特阿拉伯正在就加入金砖国家 新开放银行进行谈判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金砖国家新开放银行发言人说 在中东地区 他们非常重视沙特阿拉伯亡国 目前正在与其进行对话 而金融时报分析 沙特加入金砖新开放银行 将会加强银行成员国之间的联系 新开放银行是由中国 俄罗斯 印度等金砖国家建立 主要目标是为成员国 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 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资金 好 以后陈子你开车方便了 因为呢 易通行上路了 香港的狮子山隧道呢 是连接着九龙 还有新界的重要交通枢纽 那么呢 从昨天开始 狮子山隧道是实施了易通行 也就是说驾驶者可以直接的 是驾驶收购来到这个收费广场 透过这易通行逼一下 缴交隧道费 也不用再停车 或者是排队付款了 那今天是香港狮子山隧道 实施易通行之后的首个工作日 现场的交通情况又是如何 司机对于易通行 又有哪些体验和反馈呢 相关消息我们来连线 正在狮子山隧道附近的记者 黄良玲来了解一下 良玲你好 你在现场有哪些观察呢 好的 想意跟陈子 那我现在就在狮子山隧道的 收费亭那边的 虽然现在今天是那个 工作天的第一天 但是看起来行车也是蛮长迅的 我现在的这个时段是五间时段的 也是一个算是比较防茫的时段 但是大家看得到呢 现在没有也不算是很多车 在里面经过的 那行车方面也是蛮长迅的 你看大家看得到呢 他们都没有 只是经过收费亭的地方 会慢了一点点 然后在家属通过这个隧道的 所以交通方面是蛮长迅的 那最左车的就是巴士线的 巴士线是好像是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的 这是五间的这个状况 那我想最繁忙的时段 就是在早上上 像早上的吃点到八点多的时间 是上班的时间 上班上水的时间 那段时间真的是比较多车 也是很多车的 但是也没有出现很堵 很塞车的情况出现的 因为呢 一通行开通了 那所有车大概去到收费亭 也是慢慢只是慢了起来 然后再走过去的 那所以呢 现在开通的一通行 真的是比让这个交通方便很多 那有司机已经表示了 他收费那边就是收费不了 他希望改线 那也有司机 他希望就是下一阶段 可以开通洪汉海底隧道 因为它是香港最繁忙的 一个海底隧道 那我更近的 先更近到这个 这点呢 这个地方了 那我先把这个时间交往 给响意跟诚值 好的 谢谢良年的介绍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到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在28号发布的采访当中表示 是否继续参与一带一路倡议 目前仍然言之尚早 而即使一方退出 也会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梅洛尼在采访中表示 现阶段决定意大利 是否继续参与一带一路倡议 还为时过早 一方的评估非常精细 涉及到许多利益 他还称 虽然意大利是 七国集团成员国中 唯一加入了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 但一方并不是 与中国经贸关系 最为紧密的欧洲和西方国家 这意味着 即使意大利不参与一带一路 也可能与中方建立良好关系 2019年 意大利时任总理孔特 与中国签署谅解备忘录 意大利成为迄今 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 唯一一个七国集团成员国 较早前报道 梅洛尼政府近期已传达出 想要退出一带一路的信号 梅洛尼早前曾向美方表示 虽然还未做出最终决定 但义政府可能考虑 退出一带一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表示 中国和意大利签署 政府间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以来 在经贸 工业 制造 经济能源 和第三方市场等各合作领域 取得丰硕成果 并指出 双方因进一步挖掘 一带一路合作潜力 加强各领域互利合作 让两国关系发展成果 更多汇集两国和两国人民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好 看一个其他的焦点 要关注到的是 针对最近科索沃 还有塞尔维亚之间的紧张局势 不断的升级 有塞尔维亚的民众表示 其实不希望 也不会承认 科索沃被分离出去 塞尔维亚总统伍奇奇 26日下令塞尔维亚军队 将战备状态提高至最高等级 并向科索沃方向紧急进发 对此有支持塞尔维亚政府的 波黑塞族共和国民众表示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 第1244号决议 塞尔维亚对科索沃享有主权 有诺维萨德的市民表示 科索沃是塞尔维亚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 会永远为此而战 Kosovo is the heart of Serbia and the DNA of the Serbs is on that place on that ground through history a lot of people and a lot of nations and a lot of politicians try to take off that that part of that holy land and that's only holy land in our country and for our people 也有贝尔格莱德的市民表示 科索沃和梅托西亚 对于塞尔维亚人民来说 是心脏也是灵魂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in between Serbia and Kosovo there is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bia and Kosovo Kosovo and Metohia is Serbia always was and always will be for our people it's a heart of our people and soul also no one can proclaim it for theirs it always was our country and our soul 通过最近几天 对贝尔格莱德和诺维萨德的走访 我观察到很多塞尔维亚民众 在科索沃问题上的态度 都十分坚定 都一直认为 科索沃无论过去 现在还是将来 都是塞尔维亚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 是塞尔维亚的心脏和灵魂 并表示愿意为之而战 凤凰卫视陈莹 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报道 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关系 长期紧张 科索沃在2008年宣布 从塞尔维亚独立 虽然获得了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 予以承认 但是塞尔维亚仍然坚持 对科索沃拥有主权 现在加上科索沃的北部 有塞族人聚居 那族裔的冲突 也让区内的这争端不断 究竟说科索沃与塞尔维亚 有什么样的历史情仇 透过这个片段 带大家了解一下 科索沃位于有欧洲火药库之称的 巴尔干半岛 北部与塞尔维亚接壤 两国的历史情仇 可追溯上百年前 历经奥斯曼帝国统治 400多年的科索沃 在1912年巴尔干战争后 被并入塞尔维亚 之后塞尔维亚收紧 科索沃的资质权 裁撤政府机构里的阿尔巴尼亚人 相关歧视政策 引爆阿族人不满 1996年 阿尔巴尼亚族激进分子 成立武装组织 科索沃解放军 与塞尔维亚对抗 1998年双方武装对抗危机升高 塞尔维亚的安全部队 大举镇压科索沃 科索沃地区 不断发生武装冲突事件 约30万人流离失所 沦为难民 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介入科索沃认争 最终成功迫使塞方撤军 1999年 科索沃认争结束后 科索沃交由联合国托管 此后 科索沃一直失去主权争议的地方 直到2008年2月17号 科索沃宣布从塞尔维亚独立 获得美国 英国等一些国家的承认 但塞尔维亚一直坚持 对科索沃拥有主权 科索沃人口约180万人 超过九成是阿尔巴尼亚人 主要信奉伊斯兰教 当地仅约5%的人口为塞族人 集中在科索沃北部 接壤塞尔维亚的区域 大多信奉东正教 政治上更亲近塞尔维亚 虽然在科索沃独立初期 阿族人和塞族人摩擦不断 科赛双方关系持续紧张 不过自2011年开始 双方关系逐渐正常化 并在2012年 就边界等达成共识 之后赛方进一步承认 科索沃政府对于科索沃北部 塞族地区拥有管辖权 而科索沃则允许 北科索沃地区的塞族拥有自治权 而北约特派团科索沃部队 目前在当地有多达3700多名士兵 一直协助当地 维持着相对脆弱的和平状况 不过双方在2022年底 再次出现纷争 主因是在2022年11月 科方要求在科的塞尔维亚族人 把由塞尔维亚发出的车牌 更换成科索沃发出的车牌 引发科境内的塞族人不满 封锁通路抗议 甚至有人向科警方开枪 令局势一度变得紧张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台湾方面 国民党大选参选人侯友宜 在周末假日 走访了南台湾高雄屏东 向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和地方要决请义 整合蓝军势力 另外侯友宜也陆续拜会了 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 前行政院长陈冲和毛志国 请教两岸经贸能源等议题 国民党大选参选人侯友宜 周末假日一连两天 走访高雄屏东 拜会地方人士 28号与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参序 要整合南台湾的蓝军势力 王金平虽然离开立法院多年 但拥有丰沛的政商人脉 在南台湾 人是国民党的堪板大佬 两人会面除了打破不合传言 也请王金平协助整合 来以内部力量 枪口能够移植对外 看他需要我们提供参考的 他尽管提出来 那么我今天邀请的就是 我们六区已经有提名的 立委候选人 那么请他们来跟侯市长认识一下 侯友宜日前与台湾前领导人 马英九会面 针对两岸议题进行请议 另外也陆续拜会 前行政院长陈冲 与毛治国 谈及经贸发展困境 和能源危机等议题 侯友宜第一波的请议之旅 涵盖多可面向 节奏分明 侯友宜要向支持者传递 治理台湾 它已经准备好了 凤凰卫视 彭诗廷 金敏淮 台北报导 在关心下鸭鸭最新动态 国家领草局表示 大熊猫鸭鸭已经是顺利的 通过了隔离检疫 乘坐包机 平安抵达了北京 在29号的 0点 0点43分 这个时间点呢 回到了北京动物园 大熊猫馆 而目前鸭鸭健康的状况 非常稳定 我们看到在隔离的检疫期间 针对鸭鸭的高龄 生活环境变化等情况 北京动物园 选派了饲养员和兽医 全天24小时的陪护 做好饲养的护理 那也是还有包括 健康监测等工作 上海动物园也提供了 全方位的支撑保障 要切实地维护 鸭鸭的安全与健康 而北京动物园 为鸭鸭准备了 专门的饲养场馆 制定了有针对性的 饲养护理 医疗保障 还有营养健康等方案 并且安排了 前期的技术团队 继续照料鸭鸭的生活